一開始演奏 就讓人感受到盡興的氣勢 跟團隊合作的精神 大乘國中獻獄隊 近年來總是在全國大塞中創下家庭 不過在近年之前 就像有無法獨立的一堂拼 他們又如何拼 成績最好就是第二名 近年學生特別加強團隊合作 跟精神的費用 他們做演出是最大的氣勢 將他休息後 過去總是拿冠軍的中華成功國中 一期大學全國第一的公演 一、三、五早修 還有每天的五修來集訓 然後比賽前一、兩天 也是整天集訓 連接不起來的地方 就是想辦法練到繼續起來 就大家一起努力啊 超high 就是我第一次拿到第一名 然後已經破紀錄了 團員們之間合作 然後默契很好 在一瞬間然後一起下去 我們可以贏他們所以很高興 因為我們是鄉下的小學校 然後人數很少 可以打敗在都市資源比較好的地方 他們的技巧上面我覺得 的確比我們這邊有些小孩子是高很多 所以我覺得他們是一個團結的力量 一個氣勢 我覺得是這一場比賽讓我們贏得第一的 很大的原因 光營的藥全國大賽最佔的隊伍 但是國中原武者 已經連續四年 台下全國大賽冠軍 不過學生病沒有他們處境 就算是人家自己是最強的 就是不斷練習 又再練習 順利完成五連八的目標 就跳嘛 跳 很輕鬆 很輕鬆 是就訓練嘛 辛苦一下 先去嘛 先去 有些人跳到腳受傷這樣 然後不舒服還是有跳這樣 我覺得今年對手強 不強 今天對手不強 你們最強 對我們最強 學校表示 憲哥對的第一的冠軍 跟原武者的五連八 都不是好運氣才拿到的 學生的用心和自身 讓他們吃到甜蜜的個性 更加重要的是比賽 已經不只是單純的比賽 孩子讓我感覺到 不只是一個比賽 而是已經是放在他的生活當中 一直覺得 這個東西是好玩的 是有趣的 所以成為他們在 情緒上的一個抒發 或者是在他們生活上面 一個很重要的朋友 學生表示 對比賽中他們體會 最大的對手其實是自己 只要相信自己 他們就是最強的 依照王朝聖蔡方報道